女孩子如何迅速地提升罩杯和风胸 我们第一大章讲的是食疗风胸 我们都吃一些维生素呀 蛋白质呀 牛肉呀这些 对吧 然后今天我们讲的是女孩子的风胸操 这个呢是我给大家总结的是三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我们平常喝的矿泉水 需要未开封的矿泉水 双手拿着一个未开封的矿泉水 然后双手转慢地去尽紧地打开 打开不能再打开为止 之后呢 打开之后就能来回做 还会做食物的 这样可以呢有效地提升你的虚担心度 坚实度还有避法虚担心度 这个呢就是你的莫须操纹 我们小时候呢我们小时候呢也做过这种 我们第二套方案啊就是家里的桌子呀 垂棍呀洗机呀这些都不要做道具了 啊我们就需要站着 然后双手外侧啊握住桌子的边缘 然后下蹲 然后起立 我们慢慢呢做十个规和 每一组啊 我们做三组 这个仓呢看似是 可以有效地提升你的胸部 接触度 啊松鼻的外扩 我们主要的是做时间久了时间长了 会发现胸部的现场更完美 然后呢感觉胸部提升你的胸部的我的 然后下一个 第三种方案的属性 双手 双手做到这样 双手要合时 然后 凯西而坐 就这样啊 双手跟手 然后 用力 双 推 这个仓呢 它是来自 吴家 这个仓呢 吴家 这个呢 吴家 吴家 博士 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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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感觉 你的虚空会更加的 就是很开心哦 好了 我们呢 这个三个方案呢 都讲完了 然后呢 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的两性知识提问 这个宝宝说什么呢 这个宝宝说 啪啪啪是用作情细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啪啪啪的时候呢 是一定要做情细的 因为女人是慢热心的 是让你们男人去引导 去爱抚 抚抚 亲吻 这些都是必须要做 这些调情的一家东西 还有我们现在外面市场中 卖的很火热的 铁带呀 铁铛棒呀 这些都是可以做调情的 这样会助我们有一个激情的 啪啪啪的一个时光啊 下一个宝宝 下一个宝宝说 啪啪啪 什么姿势最舒服 这个呢 我觉得呢 婴儿一吧 在咱们中国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家 难上以下吧 我认为 还有就是你们所说的 老汉推车 还有下一位宝宝 下一位宝宝说 他的丁丁丁 是不是 包皮过长 是吧 这个需不需要做什么数目呀 这个是需要的 因为你尝试性的包皮过长 他会产生包皮够 他会产生包皮够 之后会有癌症 然后你在啪啪的时候 会影响你朋友或者是你的老婆 他会有癌症 做个癌症 还有啪啪啪的时候 在前线 之前你们两个一定要做癌 洗干净了 之后再享受你的爱的时光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它不仅就是 这个包皮够长会影响你的卫生 它还会影响你们的一生 细细的生活 这个包皮够长 就是 它可以 比如说 女人貂潮的话 就会很少 就是这些了 然后 下一期呢 记得要关注 走过来 就这样点 走过来 我们就能不能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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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 小五五 走一走 小星星一点一点 记得来 小星星 小星 走到我们 好 好 祝你们有一个 美好 幸福 好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